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山东济南市窝驼村,一名李姓女村民日前突然与家人失联,最后村民到李女弟弟家询问,不料对方竟说什么东西,让她死在地下吧,村民听闻感觉不妙,当场打电话给李女,结果铃声竟从泥土里传来,警方到场后,果真在后院挖出一具女尸,却认为李姓失踪女子。 据山东商报报道,窝驼村中一名56岁李姓女子,从本月12日起就与家人断联,失去音讯,她的丈夫寻找多日未果。 但有村民想起李女失踪前一天,还看到她与她的包地里男一起出现在市集,因此前往对方家询问。 到达时,发现后院的泥土有反动的痕迹,但并未在意,但不料询问后,对方却回答,让她死在地下吧。 当下村民立刻打电话给李女,想确认她的安危,不料铃声却从泥土里传来。 警方或报道场,果真从泥土里挖出一具女尸,警方也将李男带回侦办。 村民猜测是患有精神疾病的弟弟将姐姐杀死后,埋进后院。 有民众质疑,手机埋进土里数日还会有电,还能被听见。 有人则分析说,有可能是土层前有空隙,而且手机耗电量不大,才能在冥冥之中被发现。